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是倒数第四行 和一起看原文 摄念 若而与此诸大论诗应随谁行 而求圣者父子义去 就说 如果心想 如同前面我们学到的 过去出现了这么多 解释龙树菩萨父子义去的论诗 每一位论诗呢 都这么的了不起 那么我们为了要令字他 了作生死 想要学习空性 正无空性 那到底要随学这些论诗中间的哪一位 然后跟随哪一位来寻求 龙树父子的义去呢 这是一个问题吧 然后看看 总大师又会回答我们 这里的大一户尊呢 就是指阿迪亚尊者 说大一户尊阿迪亚尊者 他是忠于阅成论师派的 随随于阅成论师 奉为定量 于是呢 此不就造次第的教授的 诸位先辈的大上师 像例如 博多瓦大师等等 嘎当派的祖师们 也是讲阅成论师派 奉为主要 他就是忠于阅成论师的 什么呀 应成派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说阅称论师 于中观论 诸事者中 唯一见佛呼论师 圆满解释圣者义去 以笔宗为本 更多采取轻辩论师 所有善说 显现略有非理 意味破除 而正解释圣者密 见笔二论师 所有事论 解说圣者父子之论 最为殊胜 故今 当随行 佛呼论师 聚得阅称 决则圣者 所有密意 然后说阅称论师 在观察中论的时候 诸多解释当中呢 谁能如实地圆满解释 龙树菩萨的意去呢 阅称论师见到 佛呼论师 毫无错误 圆满地解释了 圣者龙树的意去 于是呢 阅称论师 以佛呼论师的说法为基础 以此为主呢 同时也采用 采用了 轻辩论师的 众多的善说 并且对于 轻辩论师的 试论中 有些许不合理的部分 就运用正理破斥 阐述呢 圣者龙树的意去 老宗大师说 见到佛呼论师 与阅称论师 这两位论师的 众多试论 在解说 圣龙树父子的 论主方面 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所以呢 在抉择空正见的时候呢 讲随学佛呼论师 与聚得阅称论师 没有颠倒的抉择 圣者龙树的意去 在这里边呢 大师为我们 非常清晰地抉择出 要通达龙树 父子的秘义 一定要随学谁啊 随学 佛呼论师 还有谁 悦成论师 那么这一段教会呢 使宗大师用他的一生 为我们走出来的 清净无垢的协托道 其实大师呢 本身就是说 无量起来早已经成佛了 但他为了教导 我们后世的弟子 要让我们明白 如果想要正确地了解 空性的那一涵 必须要如理一致 巨量的师长 听闻佛呼论师 阅称论师 这些大论师 所写的论点 那么从共通显现上来看呢 在宗大师这一生 刚开始修学 比不舍纳的时候呢 大师所观修的证件 它显现为 他就是视线 也不是清净的中观证件 然后这个时候 大师所观修的证件 是无所有见 为什么大师会如此视线呢 因为那个时候 中观法类在藏地 还不兴盛 即便有些人 自诩为中观师 都分不清楚 是自诩派 和硬成派的差别 所以就出现了许多 广论比拨舍纳当中 就以后我们会看 列举的错误的想法 比如说 认为自宗 什么都不承许 什么都不执着 这就是究竟的 硬成派的空证件 然后宗大师当时 也视线出 好像认同这样的见解 然后有一天呢 大师在一个法会的场合中呢 就和僧众一起念诵 波尔经 然后这时候 大师一边课诵 一边就是随文思维 当念诵到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等文的时候呢 然后大师就 思维四种空性的内涵 对于任何都不执取的见解 心里觉得很舒适 于是就讲心 安住在那个见解上 入定了 然后大师入定的时间 非常长非常久 甚至连法会都结束了 大家都已经离场了 大师自己 还没有察觉 还在大殿里 打坐入定 到底需要别人去 就是去提醒他 大师才会出定 可见大师当时修订 已经很有力 但是那个时候 所观修的内涵 大师视线为 不是真正的空性见 然后之后呢 宗大师有机会 透过 喇嘛乌玛巴当中的 做翻译 然后向文殊菩萨 请问法译 然后文殊菩萨就问他说 你最近在观修什么呀 最近在做什么事情啊 然后大师就回答说 我最近在观修 中观证件 然后文殊菩萨就问大师说 既然你是在观修 中观证件的话 那你所观修的中观证件 是哪一种中观证件呢 然后宗大师那个时候就 讲他内心的感受 以及呢 他所认为的中观证件 向文殊菩萨 启白 然后问说 我的见地是 硬程派的见解 还是自虚派的见解呢 文殊菩萨回答说 什么都不是 这个时候 宗大师就觉得 很纳闹 说我学了这么久 既然我所学的 都不是中观证件 那我应该 到哪一位上师的座前 才能学到 真正的中观证件呢 为了求到中观证件 不论路程再遥远 过程再艰险 甚至不惜生命 也要去求到他 好大师对于 圣龙树父子的 宗规的中观 与密集金刚 法类呢 有极大的求知欲 因此大师在 向文殊菩萨 请问的如说 在藏地 探讨这些法律的上师 谁是最厉害的 是不是你们 也想知道 文殊菩萨就回答说 没有比人大瓦 更好的 但是他依旧 无法让你发起 完全断定的 圆满证物 还是由 喇嘛乌瓦巴 担任翻译 由我来为你讲解 那是最好的 你要避世远俗 依止寂静之处 按照上述的 三合实修 善加奴隶的 修护所缘形象 不久 将会获得 那些意涵 就是文殊菩萨 亲自教诵那时 至尊文殊罪大师 开始了 硬程和秩序的差别 以及呢 聚生我执 和遍及我执 所执取的我 正因所迫的 粗细的标准 通达政见的标准 硬程派 安立世俗的方式 等等 文殊菩萨 对于这些内容 都做了极为 简练的提示 大师向文殊菩萨 起来说 我对于您所 产生的空性内涵 仍有不懂的地方 然后菩萨就回答 宗大师说 这没关系 你对于我所 讲到的一些内容 千万不要忘记 要写下笔记 并且在这之上呢 必须要做到三件事情 一 要将上世 几本尊 看成是无二无别 来做齐情 二 要精勤不懈的 敬罪集资 三 要用理智 观则教点 并仔细的思维 要极客这三者 进行修持 切勿轻易的感到满足 要长时间 擅作观则 等待实际一到 再加上我现在 为你拨下的 这些种子 作为姻缘 你将会迅速地 获得善妙的领悟 然后这一段呢 就是传记 宗大师视线的这种 对空性学习的 这个次第 还有他 医治本尊 然后努力地 探究的这个精神 显示了 学习空性的时候 要有点耐心 对吧 不要听你的 下决论 即使不懂 那也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们 我们有一只 宗大师 他从文书那里 听来的 空性的教授 所以呢 这是非常 珍贵的 我们学习 空性的一个 叫什么 像范本一样 你看宗大师 是怎么在学习的 那我们下一堂课呢 会继续要学习 文书菩萨 对宗大师的引导 以及宗大师 为了中无空性 所做的努力 大家一定要 好好地听闻 然后好好地 在内心中 铭记宗大师 对我们的饶意 就是 可以学到 这么清净圆满的 中观正见 实在是 大师的恩等 请您看 请不吝点赞